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英国的警方今天已经公布了那39个尸体 在冷冻箱里的那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从一开始,从第一天的时候呢 英国的警方说,相信这39具尸体都是中国人 结果呢,今天发布最后的结果呢,是这样的 全部39具尸体,全部都是越南人 但是呢,英国的警方并没有提一个字 并没有提中国人一个字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吧,嗯,没有风度 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很没有风度 他们越这样呢,我就觉得他们是 那个对中国人是有成见的,有恶意的 那为什么一开始 作为警方来说,警察 他们就是收集证据的 你不可能说 任何一个案件,你就看一眼 然后你就拿出来一个结论 对吧,怎么可以看一眼就拿出结论呢 他们还耍那种文字游戏 他一开始呢,只是说相信是中国人 但是他到最后,他也说相信是越南人啊 你相信,对吧 相信是中国人 你相信你总得有点证据吧 你相信就是一个结论呢 你并没有说貌似 你也没有说可能 你也没有说估计 你也没有说看起来 那你如果说看起来 也就等于貌似,对吧 也说得过去 可是你用的是相信呢 那你凭什么相信呢 就你一定得凭什么相信吧 如果你什么都不凭你就相信的话 真的一点都不专业 如果说很轻率的下了一个结论 那经过调查呢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而且呢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中国社区 就是这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中国人当中 很多人对这个都有意见了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都专门有节目里面 就讨论关于这件事情 那既然是在中国人当中 引起来了一个不大好的 让我们中国人心里面 不大好的一个感觉 对吧 你这说话的人 应该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吧 到最后应该澄清一下吧 起码说一下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相信这39个人是中国人 39个人都是越南人 这是一方面的结论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通过各种的法医的鉴定 他们通过哪些方式来鉴定呢 他们是通过指纹 DNA 还有牙的记录 还有呢 就是你身体上有什么明显的一些个印记 比如说我这个嘴巴上面呢 有一颗痣 那这些人当中呢 说只有一个人 嘴巴上有一个痣 然后呢 怀疑家里人有可能在这里面的呢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 这里面有一颗痣 那这个就是一个能对上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你身上是不是有纹身呢 是不是有疤呀 这些东西 如果说各种的迹象呢 表明这个人呢 可能是张三 但是呢 张三的家里人说了不对呀 然后这个张三呢 他是做过蓝尾炎的 他的肚子上呢 应该有一个疤的 但是呢 被怀疑是张三的 这具尸体上面呢 并没有一个疤 那这一下就能够排除 这个人其实他不是张三 就是通过这么一些个外部特征 以及分析 就是DNA DNA就属于化学分析了 对不对 和分析 然后来判断这些人 现在这39个人呢 已经都有名有姓了 全都对得上了 年龄啊 姓名啊 就都有了 那首当其冲的第一个 就是那位26岁的女孩 她给她的家里人发短信说 我现在去往国外的这个路程呢 可能是要失败了 我出国之路呢 要失败了 我现在要死了 我现在呼吸非常的困难 就是那个女孩26岁 她呢 现在在这个名单当中 之前我还说了 我说这个是一个冷冻箱 这些人呢 可能都是冻死的 那这个女孩呢 她给家里人发短信说 哎我那个呼吸不过来 我没法呼吸 我很闷 并没有说我很冷 所以呢 我就是为她家里人呢 感到有一丝丝的那种侥幸 有可能他们家孩子呢 没在这39具尸体里面 但是现在很不幸 在警方公布的那个 一个长长的名单当中 第一个就是她 这位26岁的这个女孩 那然后呢 警方公布说 他们绝大部分人呢 都是二三十岁的人 其中有十个人 是teenager teenager就是13岁到19岁之间 早些时候呢 有一种说法 说这里面呢 好像只有一个 或者两个teenager 但是现在呢 不是 现在呢 这里面有十个teenager呢 挺残酷的 小小年纪 二十岁都还不到呢 然后呢 就在去往英国的 这条路当中呢 命丧半途 绝大部分呢 都是二三十岁的人 只有两位是四十多岁 而其中呢 有八个是女的 其他都是男的 回过头来的就是说 那个女孩 她发那个短信 说呢 她喘不上气 并没有说她很冷 警方现在呢 并没有公布死因 我记得呢 大家就是在说 哎是越南人啊 不是中国人啊 很有可能这里面 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啊 英国的警方就不应该 这么轻率的说 他们都是中国人啊 我记得呢 英国的警方 他们是这么说的 英国的警方就说 我们不关心 这些人的 identity 就说他们不关心 这些人是谁 我曾经呢 还在视频里 我曾经说过 警方呢 他们不关心 这些人是谁的 他们最关心的是 他们的死因 要根据死因 来找凶手 来决定 来追究凶手 什么样的责任 而这些人是哪国人 甚至是男是女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呢 现在 事实跟英国的 警方的态度呢 满宁啊 满宁 这个警方说 他们不注重 这些人的身份 可是呢 现在警方所公布的 就是只公布了 这些人的身份 并没有公布 这些人的死因 就是说他 已经是一个 人口走私的 一个案件了 这些人是谁 就来得非常的重要 并不是像 英国的警方所说的 这些人是谁 并不重要 英国的警方说 这些人是谁 并不重要 我们并不关心 这些人是谁 假话 撒谎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说 英国的警方 他就是为他 一开始他说的 相信都是中国人 这句话 找借口 好像说 他只是说 我即便是很清算的 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 对我们警方来说 根本就不重要 我们不关心 他们的ID 我们不关心 这些人的 identification 但是事实是什么 他们现在 只是公布了 这些人的 identification 只公布了 他们的身份 而且警方说 现在正在 跟越南方面 协作 看看 怎么来处理 这些尸体 让他们 更有尊严的方式 来处理 他们这些尸体 为什么 为什么 英国的警方 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英国的警方 这么的死要面子 为什么英国的警方 对中国人 这么的苛刻 这么的不友好 这么的怀有恶意 对吧 是因为香港吗 太小心眼了吧 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们不跟他们计较 我们是大毒的 我们不跟他们计较 你怎么说都行 你心里怎么想都行 就跟那个游泳运动员 孙杨 澳大利亚那个运动员 拒绝跟孙杨一块领奖 一块站到领奖台上 那心眼真是 比针边都小 太小心眼了 以前我还觉得 老外挺大毒的 有好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呢 他们不在乎 但是我现在看来 老外真的是 他不是单个的一个人 这是英国警方的一个集体 他们并没有找出来 他们的死因 他们不在乎他们的死因 没有人公布 这些人到底是冻死的 还是闷死的 我到现在 我这个答案呢 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到底那个冷冻箱 它的冷冻功能 到底是打开的 还是关闭的 现在呢 就没有明确的答案 只能说我猜测 我猜测 那个冷冻箱的冷冻功能 没有打开 虽然装在那个冷冻箱里面 但是冷冻功能没有打开 这些人是闷死的 但是警方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他们却给出来了 他们明确的年龄 姓名 以及他们来自于越南什么地方 这些呢 非常的详细和明确 他们到底在乎什么 并不是警方之前所说的 他们不在乎这些人的身份 我对他们真的是 对英国人 所谓的绅士风度 真是打上 不是打问号 是打折扣 是大打折扣 在我心目当中 再结合着 在把香港交给中国的时候 他们做的那些手脚 使的那些绊子 真让我不齿 不过我说这句话呢 也不是说这一杆子 打翻船上所有的人 英国人 肯定我们不是说 有一个算一个 肯定有很大度的人 肯定有很绅士的人 肯定有很公平的人 但是把他们整体看成 是大度的 绅士的 公平的 我再也不回了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